第225集 白珍珍小眉毛一拧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还每天都来 这些东西我都看过了,也记在心里了 等回家之后我全写下来,再让丫鬟送到你手里不就完了 君目处摇头 不行,那些都是阎王殿的秘道 本王信不着文国公府那种地方 你怎么能保证东西写成之后,不会睡一觉就不见了 在你们那座府里,有太多的变数和引述 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警惕 否则一旦阎王殿卷宗落到别人手里 谁能负得了那个责任 白珍珍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不由得重叹了一声 唉,自己的家都不能放心 真不知道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 要脱生在这种家庭 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竟是随口就接了局 以后出嫁就好了,左右也没几年的光景 再忍忍,就过去了 说完就觉得十分尴尬 怎么扯到这个上面去了 于是倾壳了两声,自顾地解释 本王的意思是,女子早晚都有出嫁的那一天 你的出生不能选择,但是好在还可以选择夫家 有只住二十几年,但是夫家呀,却要住一生 所以日子过得好不好,跟白家没多大关系 这解释还不如不解释 君牧楚第一次有些嫌弃自己啰嗦 是从何时起,她这个冷面阎王居然会跟个姑娘家谈论起出嫁的事情 就是跟君灵溪也没说起过这个话题呀 白珍珍倒是没有多想,她只顾着挑她话里的毛病 可以选择夫家 严尔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听说过哪个女孩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夫家 我最多也就是猜猜看 将来我爹要把我送进哪座王府做妾 又或者是再想想 我爹会把我送给哪户人家的树子做正妻 我是树出 怎么都绕不出这两条路 没有别的希望呢 她话里有些伤感 但也不想再多提这些个伤心事 只看着君墓处道 你要是实在不放心我在家里写这些卷宗 那要不我就每天往圣王府来一趟吧 你给我找个屋子 我空闲时候就过来写一两个时辰 没几日也就能写完了 君墓处眨眨眼 谁说没几日就能写完了 你该不会以为我堂堂的阎王殿 就这么几宗案子吧 她说着绕过桌案 走到书架后面靠墙那一排柜子前 伸手把柜子门一一打开 指着里头的册子说 这些全部都要举证 都是你的活 白珍珍觉得自己被算计了 刚才你也没说还有这么多啊 刚才你也没问还有多少啊 她实话实说 本王以为你的意思是 今后阎王殿这一类的案件 你全包了呢 才答应的这笔交易 我 想想自由 她开始诱导 你既能做医馆的掌柜 那也不差再多一个 阎王殿外差的活计 红家血脉 果然个个都是生意惊啊 你这看账目的本事 怕不是过目不忘 至少也是一目十行吧 白珍珍 倒还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呢 她不痛快被人算计 但听着她的话 心里却也有那么点点骄傲和自豪 她不愿做依附家族和男人的那种小女子 要自由 就得有足够的本事和本钱 接下阎王殿的活儿 算不算也是一种本钱 她以后就是半个阎王殿的人吧 这样想着 心里话也就随口而出 也好 医馆是生意 阎王殿是靠山 我有自己的生意 也有强大的靠山 这样将来出嫁 福建应该也不会太看不起 我是个数女了 她说着 又看向军墓处 阎王 咱们现在算不算是合伙人了 那以后我要是被夫家欺负 你的阎王殿能给我撑撑腰吧 军墓处有点不爱听这话 出嫁出嫁 这死丫头为什么总提出嫁 她要嫁到哪 见她面色不好 白珍珍又想懊恼 算了 是我想多了 堂堂九皇子 堂堂阎王殿 怎么可能给我撑腰 我算是那盘菜啊 她往后退了两步 时辰不早 我也该回去了 带的那些谢礼 都是我姨娘和祖母给准备的 都撞了些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礼清礼重的 就是那个意思 谢谢你替我报了仇 咱们的交易什么时候开始 你说了算 确定好日子 去知会我一生就行 另外 公宴结束后 二姐姐的医馆也快开张了 我的事你抓紧些 她给她行了个礼 转身走了 军墓处愣了一会儿 直到白珍珍把门都拉开了 才回过神来 赶紧开口留人 你等等 然后迎到书房门口 盯着她瞅了一会儿 脸色就不太好看 去医馆做事可以 但不能穿这身红裙子了 把本王的话 转达给你二姐姐 你该穿什么 让她自己看着办 她说完 主动把门又推了推 走吧 本王送送你 白珍珍跟着她往府门口走 一边走一边还在合计着 为什么不让她穿红裙子 她明明最喜欢红裙子了 家中柜子里有一百多条红色裙子 各种款式都特别好看 军墓处却不理她怎么想的 只是在快接近府门口时又提醒她 明日宫宴 你若是不想去 那就不要去 罗叶国使臣今晚入京 随行带着一位独一 本王觉长 明日宫宴里不会太平 你最好还是离得远一些 免得 她顿了顿 免得出现意外 让我阎王殿损失一位外差 这话她就不爱听了 帖子都有我的份 凭什么不让我去 你就算是皇子也不带这么不讲理的 她站到府门口 一脸怒容地大声道 请九殿下放心 臣女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 你的那点破差事 我就算是死了也提前给你做完 不会影响你办案 说完还狠狠弯了她一眼 再一转身怒喊道 我马车呢 君目处无奈地吩咐侍卫 用本王的公车 送四小姐回府吧 用不着 她气性还挺大 却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为啥生气 只知道起初听她说因为独一进京 怕有危险 想让她躲着点的时候 心里是高兴的 可当又听到之所以让她躲着 是怕她万一出了事 会影响阎王殿办差 心头无名怒火就开始熊熊燃烧 君目处也搞不明白 为什么原本好好的姑娘 突然就生气了 她也不惑劝人 只好吩咐侍卫快些将白府的马车赶过来 让四小姐赶紧回府 侍卫把马车赶回来时解释道 因为四小姐带来的东西太多 卸车就耽误了功夫 还请四小姐不要生气啊 这真不关王爷的事 白珍珍狠狠瞪了那侍卫一眼 拉着小鹅很没形象地往马车上爬 君目处看不下去了 一个姑娘家穿着个大裙子 撅着屁股爬马车像什么样子 于是走上前去扶了一把 结果被踢了一脚 不用你扶 我自己能上 刚说完 脚底下一滑 不但自己摔了下来 还把小鹅给砸趴下了 小鹅欲哭无泪 小姐 就让九殿下扶你一下吧 白珍珍更生气了 迅速地从地上爬起来 倔强地道 本小姐说不用扶就不用扶 上个马车我还欠那个人情 这下更没法还了 说完又执着地去爬马车 好在这回爬上去了 他钻进车厢就没了动静 小鹅无奈地给君目处行了行礼 也没好意思去踩车夫刚放好的凳子 就学着白珍珍的模样 手脚并用地往车上爬 终于爬上去后 又转过身来苦着脸跟君目处道 我家小姐有时候是有点喜怒无常 九殿下您千万别生气 她多数时候还是好脾气的 君目处对此不敢认同 白珍珍会好脾气 她哪次也没见着姑娘好脾气过 她隔着帘子往车厢里看了一眼 见白珍珍还是没动静 只得走到车窗边上隔着窗帘同她说 你想要自由 本王帮你就是 放心往医馆去吧 白家人若是有人要问起 只管让他们来找本王说话 至于明日的公宴 你 车窗帘子刷的一下被掀开 白珍珍的小脑袋从里头探了出来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 跳动着愤怒的火焰 烧得慎王府门口的侍卫都是一哆嗦 白家四小姐的脾气真大呀 公眼我肯定会去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了你的事一定能做到 我就是死了变成鬼 也会帮你把案子举证完 她说完话 刚要放下帘子 手腕却猛地被对方死死抓住 慎王府的侍卫们都捂住了眼睛 心说完了完了 白家四小姐凶多吉少了 连嫡公主都不敢这样同酒店下说话 这白家的四小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 太放肆了 白珍珍也吓着了 君牧楚突如其来的火气 让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说话再度磕巴起来 你 你干什么 光电话日之下 不能杀人 君牧楚没想杀人 但刚刚那一刻她真想打人来着 这个白珍珍简直快要把她气死了 白珍珍 听着 她咬着牙尘声道 本王不在乎那些案子 破得快还是慢 不管有没有你帮着分析举证 案子早晚会破 而之所以让你来做这些 那是因为你说想要自由 至于公宴 不让你去是因为怕出意外伤到你 但你若是想去 大可以直说 本王护一护你就是 没什么大不了的 马车里的姑娘瞪大了眼睛 怯声声地道 可是你不是说怕我死了没人破案吗 你听不懂话吗 本王也说了 案子早晚会破 不一定非要你去做 他因为生气 声音大了些 手劲也跟着大了些 白珍珍急了 你跟我哄什么呀 话是你自己说的 你跟我来什么劲 现在说得好听了 刚才自己把话说成什么样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放开 放开我 疼死了 他大喊起来 眼泪都挂在眼圈上了 君木杵突然反应过来 手一松 这才发现 居然把那截白皙的细腕 给握出了一个通红的手印子来 他有些慌了 我不是故意的 没想到会是这么大的力气 你怎么样 疼不疼 废话 能不疼吗 白珍珍气得直哭 你多大手 我多挫腕子看不见吗 再使点劲 我挣腕子就折了 你还问我疼不疼 我要拿个铁钳子 这么牵你 你疼不疼 他更慌了 再看白珍珍噼里啪啦掉下来的眼泪瓣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小姑娘当初被郭碧玉用匕首割上了脖子都没哭 现在就哭了 这不但让她愧疚 还那么的心疼 别哭 白珍珍 不要哭了 她又抬起手 想帮她擦擦眼泪 可白珍珍躲了一下 这让她好生尴尬 伸出去的手最后落在她的头上 在她细软的发际间 轻柔了几下 明日公宴上 你跟紧你二姐姐 如果走散了 或者是她有别的事 不能时刻陪着你 你就去找本王 千万不要自己单独行动 知道吗 说到这儿 又往她的手腕上看了一眼 轻轻叹了一声 不要生气了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要不等公宴结束之后 你过来写案子的时候 我叫厨子 给你做顿好吃的 全当是赔罪了 好不好 各位君安 在下四皇子君母心 有人告诉我 是我一人一事 不必再等 我不信 我一定会等她回来 给她讨个公道 希望各位听友 祝在下一臂之力 陆清竹播讲 不信任我 地和开瓶子